不要在行政港再继续干了 为什么 因为行政港只能按照既定规则行事 别人把规则给你定好了 你熬年头 运气到了 家年头到了那是你 运气没到 年头没到那不是你 萌姐你好 我是小小 我今年32岁 我是有一个像萌妈一样 情绪化的妈妈长大的 然后现在的话 我已经组建家庭 有一个三岁的孩子 我的大学呢 是211大学的工科的自动化 我就考了我们所在省份的 18线的市级的公务员 这个是我以前很不喜欢的一个职业 那么在期间呢 我又读了三年的在职研究生 通过考试呢 我就到了我们省级的 某培训干部的特殊的那个高校 萌姐应该知道 去做那个行政 这11年呢 都是做那种事务型的工作 就是没有积累到硬本令 可替代性也很强 然后单位时间的货币价值也很低 包括我们的这个工作呢 就是干多干少 工资是一个样的 而且我的晋升并非我 纯纯的努力就可以达到 然后我想换一个赛道 我自己想了一个赛道的话 就是因为我在这种特殊的高校嘛 我是可以转岗 在本单位做老师的 我想问问萌姐能不能转岗 你已经把排局看这么清楚了 你就是需要我来肯定你一下呗 对不对 对对因为我是你的反而 我跟你说我如果是你 就是我可能几年前就干这个事了 我不会等到现在 真的干吧 一定要干 尽早干 为什么 因为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 就是你这个人是一个把自由 包括自己自我价值看得很重的一个人 但我跟你是一个类型的就是母亲出来的 就是你大家注意啊 我母亲是那种强管控型的 她妈也是那种类型 就是那种希望通过情绪去 就是有一点控制自己孩子的这类的母亲 生出来的小孩都会无比渴望自由 所以你看见我不就是特别希望自由的那种感觉吗 我自己创业做企业不就是希望拥有自由感吗 那这个自由感其实是被压抑出来的 你自己也是你已经分析到这一步了 就是你的原生家 我没说好与不好啊 我还特别感谢我妈呢 如果不是那样的妈 我还不能成为今天的我呢 所以要感恩这件事 就是你自己对于自由和你自己建立的秩序有强感应性 所以你一定要按照你的方式去做选择 立即转那个教培港 不要在行政港再继续干了 为什么 因为行政港只能按照既定规则行事 别人把规则给你定好了 你熬年头 运气到了 加年头到了 那是你 运气没到 年头没到 那不是你 听我讲 你考博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有博士学历 你考了博的目的是跟对人做对事 因为博士这种事情讲究的是师诚 说白了就是你在列队伍 你在占派系 你占了这个老师的博士的徒弟的这一套系列 你就不能占其他人 因为这个东西是排他性的 所以你最近最应该的是别动 安心的花时间研究 能收你为博士生的所有的人 你最认为谁给你带来最大价值 这有点呢 我打扰了 准备 你 然后 你